第一个奇怪之处 台湾疫情持续升温 台防疫部门负责人陈时中称 医院绝对没有崩溃 奇怪了 台大医院院长吴明贤26日通过社交平台向社会 发出求救信 描述了医院病患爆满 病房满床的现状 详细 吴明贤以医院需要帮助hospitals need help 为题发文指出 医院现在非常紧急 台大改装儿童家户病房都来收治成人 仍然不服使用 而救护车持续把需要加护病房和插管的确诊病人送来 吴明贤呼吁台疫情中心重视这批大量重症病患 并称这样下去会很惨 另外 台北市立联合医院企业工会也在脸书发文 称医疗崩坏在即 基层医护向社会求助 也辅证了院长所言不假 对第一个奇怪之处 小编想发问 台大医院院长和台防疫部门负责人 谁在说谎 第一个奇怪之处 大陆阻爱BNT 疫苗受台在台湾引起热议 一则前段时间国台办一直问台湾省要不要疫苗 说疫苗都给准备好了 但是人家不要 要知道小编要打一群疫苗 都要预约排半天的队 疫苗在大陆咱也是很宝贵的 二则 早在2020年3月上海复兴医药集团 给予德国BNT公司签约参与BNT疫苗研发并拥有在中国大陆及港澳台地区的独家商业权益 你找上海复兴就好了 不会不卖你 而你却不寻正途 绕过上海复兴医药集团向德国 BNT公司购买疫苗 在商严商 这都违反商业规则和诚信原则 德国不卖你 也怪不到上海复兴 对第二个奇怪之处 小编想发问 台湾省疫情都这样了 你不赶快接受国台办疫苗 或者找上海复兴买疫苗 你还在磨蹭什么 岛内民众等得起吗 第二个奇怪之处 大陆不帮台湾 这个最可笑了 看看前段时间对印度咱们都捐钱捐物资了 台湾省是中国的领土 岛民跟大陆人民都有血亲 大陆怎么可能不帮台湾 最后 不用小编说了 也能看出这些是台湾某些领导甩锅 转移民众无秒可重的怨气的手段 只是可怜了岛民同胞